但就在这时,横谷玉深处传来一阵惊人的异动 不好,小黄 叶辰脸色顿变,瞬间感觉到那异动和小黄有关 小黄要出事了 几乎是觉察到危险的瞬间 叶辰就丢下了巨门大地和秋若长 御龙飞腾,如奔雷闪电一般赶往横谷玉深处 小黄的巨蛋还有威武剑奴的封印都在那边 秋若长和巨门大地相视一眼 也是脸色一变,连忙跟了上去 很快叶辰来到横谷玉深处 却见横谷玉苍穹之上有一个巨大的漩涡 那漩涡之中正是小黄的巨蛋 小黄的巨蛋疯狂地吸收着能量 横谷玉里的灵气 还有古老纪元残存的法则波动 全部都蜂拥灌注到小黄的符文巨蛋里去 整个符文巨蛋爆发出万丈的霞光 无数法则涌动,撕裂虚空,汉人心神 这是,传说中的太古一种,双头梦魇 秋若长看到那符文巨蛋 却是认出了双头梦魇的气息 无比惊讶地看着叶辰 没想到叶辰还有这种战宠 这是你的宠物 巨门大帝也是惊讶地看着叶辰 这个时候 小黄的符文巨蛋里 却又传出了一声惊天震荡 小黄的弹壳在抖动着 似乎在和什么力量对抗 无比艰难 显得吃力 不好 威武剑奴要被惊醒了 举门大帝看到这一幕 顿时发现不对劲 露出了骇人的神色 威武剑奴也被封印在这里 就在地底之下 一直沉睡着 但是小黄疯狂吸收横骨玉的能量 却要惊醒威武剑奴 更严重的是 小黄吸收能量的同时 也把横骨玉的法则威压 大量地吞噬掉 导致这里的威压大大减弱 威武剑奴没了法则的镇压 封印绝对要松动 连被压制的实力也要恢复 一旦苏醒 后果不堪设想 要知道 威武剑奴可是红天经的仆人 本身就来自太上世界 曾亲眼目睹八大天剑的铸造 见识过无尽岁月的沧桑 武道非常深厚 一旦此人恢复实力 那真是不可想象的灾难 该死 居然有此等变故 叶臣也是大惊 感到地底下有一股恐怖的力量 正在不断地复苏着 如果威武剑奴是封印沉睡状态 叶臣自然可以一剑杀死的 但如果威武剑奴苏醒恢复了所有 那叶臣就万万不是敌手 甚至他还有被威武剑奴杀死的危险 还没遇到红天经 却要被红天经的仆人杀死 这简直是天大的屈辱 荒摩天剑 破 叶臣爆喝一声 他自然不会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 一旦被威武剑奴苏醒 那就麻烦了 所以必须要趁着他封印沉睡 直接斩杀 现在的小黄也在对抗着威武剑奴 即将要复苏的意志 无比艰难 一旦威武剑奴真的挣脱封印 小黄也要死 叶臣狠狠一剑 直接破开了大地 大地爆裂 立地一个神秘的祭坛 显现了出来 这个祭坛 有无数封锁封禁 束缚着一道苍老颓唐的身影 这道身影非常瘦削 如骷髅一般 不知道承受了多少岁月的折磨 正是威武剑奴 这个时候 封印威武剑奴的锁链 尽致能量却是大大减弱 因为这里的能量 正在疯狂地被小黄吞噬 小黄治疗创伤 恢复本源的同时 也削弱了 威武剑奴的封印 导致此人复苏 好浓厚的血气 轮回血脉 太古一种血脉 嘿嘿 老天待我不薄啊 一阵阴冷的笑声 从地底祭坛里传出 就见威武剑奴紧闭着的眼睛 此刻却是缓缓睁开 露出了森严的笑意 该死 叶臣咬了咬牙 想不到威武剑奴 还是苏醒了 他感到威武剑奴的气息 正在疯狂地暴涨着 封印平衡被打破 禁制被削弱 威武剑奴的血脉实力 正在以恐怖的速度恢复 醒魂斩 叶臣爆喝一声 运转三元太医功 不断转化 紧握着荒谋天剑 一缕绝世惊天的魔道剑气 架杂着滚滚星光 狠狠朝着威武剑奴斩聚 而秋若长河聚门大帝 都被骤然复苏的威武剑奴 狠狠地震慑住了 愣在原地没有出手 这一下就能清楚地看到 五道心境的差别 秋若长河聚门大帝的修为 虽然比叶臣高 但威武心境不如叶臣坚实 一碰到惊变就陷入震动 失去了出手的最佳时机 叶臣全力爆发 荒谋天剑如要破杀一切 无尽魔道剑光倾斜而下 轮回之主 你什么时候拿到荒谋天剑 还有 你的血脉为何如此弱小 你的修为为何如此低微 在千分之一刹那时间里 威武剑奴抬起头 发出了冷漠的声音 轻轻一指弹出 灵气爆发 凝聚成一柄锯锤的虚影 隔空砸向叶臣 叶臣的剑气如锯锤碰撞 顿时被震碎 荒谋天剑也差点脱手 巨大力量反振过来 叶臣几乎要吐血 威武剑奴的力量非常强大 这一柄锯锤 有太上法则的能量 当年上尉者铸造八大天剑 威武剑奴是在场的 他这柄锯锤 代表着敲击天剑 锤打无上援兵的太上意志 威严非常可怕 就连叶臣都差点吐血 可惜 叶臣咬了咬牙 可惜刚刚他只是一个人出手 如果邱若长和巨门大帝 还有血龙都能反应过来的话 四人联手全力爆发 还是有机会扼杀威武剑奴 但现在已经晚了 威武剑奴彻底苏醒 气息节节攀升 也就几个呼吸的时间 已经达到了还真镜后期 幸好 达到还真镜后期后 他的气息就静止住 没有再突破的迹象 显然岁月沧桑 血脉受损太严重 短时间内不能完全恢复 不过还真镜后期 再配合他的太上手段 已经可以杀伐一切了 主人 抱歉 血龙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飞到叶臣身边 一脸歉意 威武剑奴的复苏 刚刚他也被震惊到了 没有和叶臣配合 叶臣孤军作战 显然不是威武剑奴的敌手 太古一种 双瞳梦眼 你的血脉归我了 威武剑奴目光扫视全场 一眼就锁定小黄 小黄的符文巨蛋 悬浮在天空 弹壳有层层的裂缝 以丝丝血气弥漫出来 只要吞噬这颗符文巨蛋 威武剑奴的血脉 可瞬间恢复到巅峰 到时候 他实力全部恢复 要杀叶臣等人 自然易如反掌 威武剑奴双臂一震 几条锁链就破空杀出 朝着符文巨蛋贯穿而去 他是太上奴才 不知活了多少岁月 头脑自然无比清醒 他一眼就看出 现在这个局面 小黄才是最关键的一环 只要吞噬了小黄 那颗符文巨蛋 他就可以摆脱 所有的锁链封印 杀死叶臣等人 但如果这个时候 去攻击叶臣等人的话 一时之间 不会有好的效果 万一小黄突然破蛋而出 那他就完了 你敢 叶臣看到威武剑奴 想伤害小黄 顿时大怒 紧握慌魔天剑 一剑劈杀过去 荒漠天剑 斩在锁链上 爆发出一连串的火花 轮回之主 你修为还是太弱小了 如何是我的敌手 威武剑奴黑黑一笑 锁链一震 一股磅礴的力量 就暴冲而出 直接振开叶臣的剑 继续朝着符文巨蛋射去 叶臣脏腹震荡 差点吐血 现在 威武剑奴实力 已经恢复到 还真境后期 极其恐怖强大 而且身上也有大气韵 根基非常深厚 随手一击 叶臣难以抗衡 主人 我来助你 太上天龙道 血龙摇身一摆 龙形身躯化作千万丈长 盘踞无数重时空 直接化身 太上天龙 彰显出 无比辉煌的 龙腾大气势 一片片血色的鳞天 哗啦哗啦地张开 如钢铁般闪烁出 增量冷峻的光芒 血龙身躯盘踞着 直接将小黄的符文巨蛋 也保护在了里面 威武剑奴锁链爆杀过来 血龙立即一爪子狠狠格挡 龙爪和锁链碰撞 居然发出了金铁交击般的声音 威武剑奴的锁链被震飞了出去 但血龙的爪子 却是被锁链上夹带的禁气 硬生生撕裂 龙鳞一片片掉落 皮肉翻露出来 鲜血淋漓 何苦挣扎 你们干脆一起上吧 我又有何惧 威武剑奴一脸狂傲 苍老的头发一根根飘荡 他虽然被封印在地底祭坛里 周身无数条锁链束缚 但他却是意气风发 现在封印松动彻底 他足足恢复到了 还真境后期的实力 就算一个人挑战夜尘血龙 邱若长 聚门大地的四人 也没有丝毫畏惧 耕金钱圆珠 照耀 邱若长银牙一咬 滴血祭出耕金钱圆珠 一抹抹璀璨的金光 混合着八卦前道的元气光芒 瞬间凝聚成了一轮 金灿灿的耕金太阳 悬挂在威武剑奴的头顶 一缕缕炽的前缘阳光照耀下去 这前缘阳光足以融化一切钢铁 一照耀下去 顿时炙烤的一条条封印锁链 通体赤红 痴痴作响 迸发出了茫茫白烟 三十三天混沌至宝 耕金钱圆珠 当年乌鸦神尊的东西 你是那老头的后人 锁链被制得通红 威武剑奴浑身被锁链束缚 顿时也受到牵连 皮肉吃吃作响 被锁链烫得不轻 剧痛蔓延 前面